远东航空20年机队未更新 今天是大动作的举办新机队成立发表会 引进新机型ATR-72600 先前利荣航空就以ATR-72600飞行国内航线 而华信航空也打算要购入 就意味着国内的航空运输 将会进入ATR-72600型客机时代 换商银行的红色标志ATR-72600双螺旋桨飞机 停在机棚内正式对外亮相 远东航空举行新机队成立计券会 预计今年将诸够4架ATR-72600型螺旋桨飞机 ATR上线对我们零售的帮助非常大 因为我们MD机型太大了 常在一些比较时间 在紧急的时间我们能够在输印最大 但是比较离风的时间的话 这个收益就比较差这样 那ATR刚好可以补这个缺点 远航现有8架MD型喷射机平均机龄22年 由于MD型飞机早已停产 零件取得不易 先前远航还被民航局限制飞行叙述 督处更新机队 上周远航第一架ATR-72600飞抵松山机场 新即将投入金门马工离岛航线的营运 预计最快今年第四季上舰 招战2012年利隆航空就引进ATR-72600型 目前已有14架 华西航空今年也预计引进三架 渴望连底前上线 国内航空运输进入ATR-72600型科技取代 武器都一样嘛 那这个功力在个人嘛 大家互相都有一定的市场在 我想这个常讲航空营业是竞合 可是未来的市场应该是合作大于竞争 由于ATR飞机成本较高 董事长张刚伟表示票价可能会为服调账 至于长楼航空前董事长张国伟筹主新宇航空 张刚伟则说 从无道友建立航空公司 其投南会比较辛苦 新航的电视程慧瑶张云廷 台湾北才有报道 访问是会访问是会讨计则的 在访问是会访问是会讨计则的